长河航空有架从桃园飞往温哥华的BR1领班机 在当地时间11月29号的晚间6点40而分降落 但是因为当地大雪导致能见度不佳 航机在滑行到转弯的时候 因为道面积雪侧滑 航机鼻轮偏离滑行道面 卡在停机皮的草地上 锁进机上250名的旅客及3名的婴儿都是平安无事 为了安全考量 业者安排旅客先行下机 搭乘接驳巴士回到航下 再请当地的机场来支援 将航机移回滑行道 大雪纷飞 好不容易降落的客机卡在停机坪 一旁的草地飞机轮胎 堆满层层积雪动弹不得 机上广播曝光 加拿大温哥华迎接入冬以来 最大一场雪导致能见度不佳 当地时间十一月二十九号 长榮航空从桃园飞往温哥华的BR10航班 就在当地时间晚间六点四十二分 降落温哥华机场 航机在滑行道转弯 准备开往接空桥的机门位置时 因为道面积雪侧滑 航机别轮偏离了滑行道面 索性机上两百五十名旅客 还有三名婴儿都平安午市 能见度的不好 所以可能机是在判断的时候 会有一些误判 比方说他转弯的角度 可能没有抓得很好 雪地里面滑行的时候 其实飞机的速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速度基本上都要保持在 五海里以下 你的转弯才可能顺畅 为了安全考量 常罗航空安排旅客先行下机 搭乘接驳巴士回到航下 并请当地机场支援 再将航机移回滑行道 而受动惊吓的乘客 事后颇文发出照片 强调历经三小时终于获救 不过当地时间十一月三十号 原本要从温哥华飞 往桃源的BR09航班 因此预计延误十二小时起飞 常罗表示将会协助旅客更改定位 或是迁转到其他航班 对这次异常事件也深感抱歉 气候因素让客机划出跑道 出游行程被打乱 索性旅客们是有惊无险 平安下机 这综合报道